即將在下個月卸下英國王室身份的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 近來從加拿大回到英國倫敦 以定下的身份出席最後一輪的官司活動 兩人擴別英國一段時間不約而同的表示 很高興回家 阿里和梅根星期四晚上現身倫敦 擔任奮進基金頒獎典禮的嘉賓 表揚傷患軍人在運動賽事的成就 這是他們兩個月前宣布要淡出王室後 首度擔當王室公職 而上一次旅行王室職務要追溯到1月7日 哈里和梅根下個星期一將到西敏寺出席英聯邦日慶典 預料會和英女王、查爾斯王储以及兄長威廉王子同台